今天我們在營地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把錄音車停好 然後開著車出去玩的時候 四下無人的情況下 我們東西接在外面的這個水啊 電啊 電池啊 瓦斯桶這些東西有沒有可能被偷呢 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 我們這支影片就來看看 我們有哪些基本的防盜設施 Let's go 首先我們來看我們的Hitch的這個Lock 我們露營車有沒有可能整台被偷走了 如果你今天白天把露營車停好 然後你開著你的車子到附近的景點去玩 回來發現我的露營車整台不見了 有沒有可能 這個機會不大啦 不過很難講 因為你在這個露營地啊 遭遭雖然有很多其他的人住在這裡 但是你都不認識啊 今天有台車看你不在 然後趁你不在的時候 把你整台Trailer偷走也是有可能的 當然如果他真的要偷走 你完全一點辦法都沒有 不過呢你可以減少他的動機 就是你加裝一個Hitch的Lock OK這個很便宜才幾十塊錢 雖然他可以用鐵錘啊 用什麼方式把它敲開 但是呢 至少減少他的動機 我們沒有辦法防止 刻意想要偷你東西的人 但是我們可以減少這種 順手牽羊的這些動作 OK 這是一個HitchLock 好這種Lock呢很便宜 好幾十塊錢就有了 你就把它鎖住 那增加他的偷竊的時間 雖然你的整台露營車 可能不會被偷走 但是其他比較值錢的東西 有可能被偷走的是什麼 你的電池 OK 尤其如果你是離電池的話 那一顆 八九百塊一千塊 那他非常有可能 而且非常很容易的 就在你的電池前面這裡呢 直接把電線剪斷 整個就拿走 所以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電池盒的地方 加上一個鎖 然後讓他沒有辦法順手牽羊 OK 就像這樣子 好這是我們的電池盒 我就買一個這個鎖架 把這個電池盒鎖起來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要偷走 基本上就會非常的不容易 必須要先把鎖這個弄掉 另外一邊也有一個鎖 兩個鎖要弄掉呢 就要花很多的時間 那這些順手牽羊的人呢 就可能就放棄了 因為他要花太多的時間 太多工具 敲敲打打會引人注目 所以呢 他可能就放棄 偷你的電池 再來還有一個可能被偷 就是你的瓦斯桶 雖然瓦斯桶不貴啊 桶子連瓦斯一桶 只要再賣大概59塊60塊錢 但是呢 我講的 再重複 一直重複講 他就只是順手牽羊 把你偷走 然後 你沒有瓦斯 你可能就晚上沒有暖氣 沒有辦法煮東西 就很麻煩 所以呢 瓦斯桶這邊呢 他一樣都會有賣這種 類似的這種鎖 有沒有 他把鎖在這個架子上面 那這個鎖住之後呢 你就沒有辦法把你的瓦斯桶拆下來 有了這個基本的鎖呢 他就沒有辦法把你的瓦斯桶偷走了 再來最後一個 有可能被偷走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這個突破保護器啊 接在你電箱下面 防止這個突破的這個突破保護器 這個有便宜的 也有貴的 便宜的也是要100塊 貴的也要兩三百塊 那我這個是比較貴的兩三百塊錢的 這是最容易偷的 因為他就插在這個電箱上面 然後你直接拔下來就可以偷走了 所以呢 我在這個兩個電線接的這個地方呢 我用一條鋼鎖 把它給鎖起來 然後再把它 鎖在這整個的這個 電的這個 插座上面 讓他沒有辦法直接偷走 那同樣的 他今天帶一個油鴉剪 或是帶一個鋸子來 一樣可以把你鋸掉的直接拿走 但是 我們只能夠防這種 臨時起義順手牽養的人 加上這個呢 讓你在出去玩的時候 或是在睡覺的時候 可以 睡得比較安心一點 那以上這些基本的防盜措施呢 都只能夠防君子 防那種臨時起義 想要順手牽養的人 花一點小錢 多一層保護呢 總比 沒有保護的好 你有什麼樣的 防盜的心得可以分享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哦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如果你也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還有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建議 又或是有任何想看的影片內容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哦 如果你也喜歡這個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新影片的上架通知哦 你的支持是我創作最大的動力 在 pyta失去 你也可以有任何想念